一直要去做改變 一直要做創新 這個是我們最簡單的一個理由 就是為了推廣布萊西 那時候 我告訴你 我一開始並不是很喜歡布萊西 基本上父母在做什麼 做小孩子 基本上就不想再去接近 剛好我父親以前在電視台演的時候 我們暑假都會去打工 去看到後面的工作人員那種幹勁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哇 我們就是要跟他們在一塊 我不是說從草學書起來 我不是說從講口白就起來 那我能夠去貢獻我的力量的 我可以寫好的劇本 來讓布萊西去演 那時候開始對布萊西有某種程度的一種結論 講難聽了 因為時代在進步 你就會變成一個比較不入流的東西 當你的串心靈感不見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就等死了 所以說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壓力 因為我必須要去先掏空自己 做過的我就不要 我要以前沒有做過的 還要比以前更好的 我們必須要這種雄心壯志 我革命之後 我的東西是活得下來 我覺得我對水的這種敬畏 就像我跟對布萊西的敬畏一樣 水它是無形的 所以說它能夠因為自己的不一樣而去做改變 所以說這個海納百川 就是我要想要做的 我對布萊西的一種期許 就是它是一個很有包容 很融洽 很融洽 很容易整合 所有的元素在這個布萊西裡面 人家說兄弟創業有時候會有所勾合 你兄弟基本上是沒有這個問題 它是絕對的新的問題 當我們剛接這個 我父親傳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很單純的一件事情就是 想把布萊西做好 那要如何有效地讓更多人看到 讓更多人知道 量心在這一塊有它很獨到的想法 它會讓霹靂更霹靂 為了霹靂 為了霹靂 來樂力爬鼻 我們每個奉獻 每一句話 都是為了不開心 那些是 有所謂的